这一幕出现在《荆棘百花》电影节的《红毯》上 当时导演冯小刚带剧组出席 在《红毯》合影环节时 冯小刚张开怀抱 示意剧组女演员杨采玉到身边来 不料 原本在演员身后 离得很远的妻子徐帆 却三步并做两步 一个妻身插进了冯小刚和杨采玉中间 一把搂住了冯导 在合影时女演员强颜欢笑 冯小刚也是脸色深沉 唯独徐帆像是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不少网友质疑 一向让人感觉端庄大气的徐帆 为什么会因为一个小演员有失风度呢 但如果你了解过杨采玉的过往 也许就会明白为什么徐帆会这样做 据悉当年年仅25岁的杨采玉 和神仙姐姐刘亦菲的干爹陈金飞在街头热闻 而彼时的陈金飞已经55岁 也正因如此 杨采玉结合了神仙姐姐刘亦菲的资源 在2017年时 冯小刚筹备电影《芳华》 在《玄演员》时 就被有着翻版刘亦菲称号的杨采玉身上的那骨子清纯净蜥蜴 作为冯导的妻子 同为女人且见多识广的徐帆 当然一眼就能看穿其到底是真清纯还是伪清纯 后来在冯小刚的电影 《只有云之道》中再次选用了杨采玉 两度合作让徐帆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这才有了红毯上的一幕 可不省心的冯导乃是这样就能消停的人 在电影《老炮》中 为了能和许晴贴身接触 冯导亲自上阵自导自演了一场 让人想入菲菲的发廊戏 电影结束后没多久二人就在威尼斯亲密合影 而就在网上因冯小刚和沈欣共处一世 八小时闹得沸沸扬扬时 徐帆也能视而不见 在被问到如何看待女演员生扑冯小刚时 徐帆的反应也是让人琢磨不透 有网友说他只是无奈罢了 毕竟要真想把冯导的花边事件都捋清楚 徐帆也许早就崩盘了 这么多年徐帆就是靠一个忍字走到今天 曾被王志文扫地出门 就连嫁给冯小刚也是小三上尾 徐帆的感情路到底有多坎坷 1988年的徐帆还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他对自己的台词老师王志文产生了情愫 可那个年代不比如今 师生恋并不被思想保守的大众所接受 而徐帆不顾世俗眼光 直接搬进了王志文的公寓 当时的王志文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演员 徐帆原以为靠着两人的关系 可以获得一些资源 可心高气傲的王志文哪可能做低头走后门的事 无奈徐帆只能靠自己 在1991年时 圈内著名导演田壮壮开始筹拍 大太监理联姻 徐帆通过小道消息得知 剧中真飞的扮演者还没有敲定 于是徐帆主动出击 而当时年轻貌美的徐帆 也确实受到了导演的青睐 进入剧组以后田壮壮对徐帆非常好 两人竟然还做起了剧组夫妻 但是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徐帆在剧组的事很快就传到了王志文的耳朵里 为此王志文大发雷霆 更是直接将徐帆的行李扔出门外 两人的感情也就此结束 分手后 徐帆本以为能和田壮壮延续感情 但没想到田壮壮却给了徐帆一大笔分手费 对感情心灰意冷的徐帆 把心思全部放在了工作上 1992年 徐帆主演了电影《大撒》 这部剧的编剧是冯小刚 在剧组的庆功宴上 冯小刚被徐帆的美貌和气质吸引 冯小刚还不顾已婚的身份 对徐帆展开追求 为了能有更多的接触机会 冯小刚还邀请徐帆做电影《一地鸡毛的女主》 该电影也入围了金鸡奖 当时冯小刚育人便介绍说 徐帆是自己的女朋友 自此徐帆便做起了没名没份的备胎 这一做就是七年 直到1999年 冯小刚和前妻离婚 徐帆才正式上位 其实我是一个导演 我做那儿 我朋友有这么多工作人员 能直接把导演冯小刚感动哭 徐帆的演技到底有多强 在电影《唐山大地震》中 徐帆在拍摄时直接下跪哭诉 这段表演惹得现场 无论是演员还是工作人员都纷纷泪目 但在剧本中 其实并没有设计这一幕 是徐帆开拍入戏后的临场发挥 这场戏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果然电影上映后的反响很好 徐帆也通过这部电影 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 在《只有云之道》中的林泰 徐帆用一段武汉话的个人独白 将对死去丈夫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样作为导演的冯小刚在一旁 也是被徐帆的戏打动而泪流满面 徐帆出道这么多年 他的演技可谓是有目共睹的 特别是十足的共情力 让观众很快就能被他的情绪所感染 这不是每个演员都能做到的 在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中 徐帆再次用演技让网友感叹 《我的眼泪不值钱》 在这部戏中 他饰演的角色 是中国大部分女性的缩影 为了身边的亲人 他一天也没有停歇过 即使病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也要照顾年老的婆婆 她是伟大的 也是可怜的 徐帆将剧中人物演绎的真实且精彩 如今的徐帆虽然不再年轻 但他的演技仍然在线 也许是经历了生活的洗礼 让他的戏看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韵味 期待徐帆能继续为大家贡献更多好的作品